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齐泰磊 这是我们讲的 昨天在直播中谈到有关枪击事件 在北卡 这个人叫齐泰磊 是高材生 他有哥俩 他有个兄弟 他兄弟吧 大概是 当时考大学的时候都考600多分 俩人考一个624 等于是高材生了 一个去的是西安交大 他去的是武汉大学 应该是重点学校了 我不知道 因为我们离开大陆时间蛮长的 所以他就前前后后的来到了美国 不同的机构 不同大学 在读博士 二年级的博士 枪杀了他的导师 姓炎 应该是 炎子洁 所以我昨天在直播的时候 我第一时间看到这个名字 后来这个名字取消了 感情是因为他杀掉自己的导师在实验室里 那导师也是中国人 所以这件事情就以这样的事 背景资料被批发 被放出来 那现在呢 控制他 控他一级谋杀 网上评论到昨天晚上的时候就比较多了 有些人挖掘出他一些背景资料 就都讲蛮可惜的 各自争论焦点不同 都讲蛮可惜 因为他是高材生嘛 而且 但是能够看得出来 就是他是一份孤独的 在美国的福克斯报道当中 今天报道当中 就援引了他很多在社交媒体上的一些帖子 显示出这个人非常的孤独 郁闷 生 就是生 人生没有目标 只能这么讲 人生没有目标 而且去怨恨周围的一切 怨恨周围的一切 怨恨周围的环境 怨恨自己工作的环境 认为自己没有 不能够很有效的 去做自己很想做的事情 而被工作的时间呢 为压迫的传播器 那即使是这样呢 又很在乎别人对他的评价 他说我工作到这份上 别人也竟然说我懒惰 诸如此类的 所以在社交媒体的 在他的报道当中 有着不同的背景的报道 而我个人的感触呢 就像我昨天在直播中讲住了 在今天整个中共国框架下 生命认知的本身出现了自然的一种冲撞 而这份冲撞并不能伴随着国籍的改变 或者身份的改变而改变 因为都是在人们的成长期 人们的意识形态的这种树立的背景之下 完成了他一生的定位过程 然后走向社会之后呢 跟这个社会不相容 很多来到了海外的普通的中国人 特别是无论读书的 无论怎么样 对整个社会是不融的 不融洽的 中共国人有了自己完整的一个圈落 原来接触过一些美国人 美国人都在这么讲 他说很奇怪 这中国人有自己的餐厅 自己的这个超市 一切都是自己的 在这个氛围去享受 美国人的社会的概念 但是呢 他在自己的生活本身上 却以完全封闭的方式而存在 那封闭的方式就是语言 中国人的餐厅 中国人的超市 中国人的理发店 中国人的这个洗衣店 都是用国语 或者那时候用这个粤语 他不用英文 英文他们也不学 他说就以语言的方式 自然就给隔壁 就给分隔了 所以这就是这么一个很奇怪的群落 他们也没有任何意愿 去进入这个主流社会 自卑吧 我以为就是 就是在中共统治之下自卑 自卑就会衍生出抱怨 那当抱怨不随意的时候 就会出现一种 解私 就是解私底里的方式 去表达他内心的情感 那他杀的呢 又是一个中国人 所以是一个蛮大的悲剧 这个悲剧呢 却又显现出很真实 我们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 网络上评价 曹长青是网络上比较有名的中国人了 他就提到三十年前 卢刚啊 当时杀了四个美国老师 美国教师 一个中国留学生 他说都是到美国读博士 高学历 但人性的程度却极低 拿了无数个屁打头的东西 熏陶的人性更是家常责任 他说都没有用的 拿任何文凭没有用的 没错 这是一个现实生活中 最具有嘲讽 我以为最具嘲讽性的东西 那人们就是价值观被损 被伤害 价值观的败落 做人的基本道义的败落 那这就是一个问题 那而在中共环境下呢 我就坦白说 科学引导的高级动物的定位 就伤害了若成批的中国人 是自我的伤害 自我 那当你自己定位为 这个高级动物的时候 你一定是超级的自卑者 那高级动物只有 这个就像食物链当中 只有残杀别人 只有残杀不了 只有羡慕妒忌恨 没有任何别人 你的生命自然就注入仇恨 你的爱是为了占有别人 你的爱不是吉语 你的爱是纵欲 所以把纵欲跟爱 根本没有能力分清 因为人的情感跟爱 来自于生命的关联 你不懂得生命关联 你是石头子里蹦出来的 科学造出来的 所以就把自己定位时 自然就出现这东西 穷人家孩子 不要苛求在学路上 学术上一路走到黑 先解决生存问题 这不是你要跟一般人说 他们就骂你了 放什么驴儿屁 你住着三千尺的房子 我在睡地下室 你告诉我说 不要在学术上一条路走到黑 我上哪去啊 你让我说要解决生存问题 你让我卖猪肉去啊 废什么话你 他立刻就骂你 你不信你试试 对不对 学术深造 要看一下 下一代有没有可能 废话 你吃肉呢 我喝汤呢 什么叫有可能 什么叫没可能 那习近平跟猪头似的 他什么叫可能 什么叫不可能啊 按照你这么说 然后逞骂对不对 拿菜刀宰你 肯定宰你 先解决生存问题 积累问题 乘船问题 好多人自我认识错位的 是学 这个人是学物理的 呃 干翻一个物理的什么 二十多年来 在美国读物理的 最佳出路不是物理 是到华尔街 做分析师 全是钱 对不对 你看了半天就是钱 北卡的 那把自己的老师给杀了 二十八号 那他已经被警察抓捕了 在在寻找他的杀人动机 就具体的动机了 他只能只能是这么说 发生的时间大概在下午两点钟 一点半到两点钟 呃 他跟他的弟弟 在二零一零年 以六百二十四分的同样的高分 分别考入了 而这考上了大学 呃 一时在家乡成为了美谈 呃 这是一个在他家乡很值得骄傲的地方 呃 这是当年 就是他的样子 所以这些 在这样的东西中 这样的视频中 你看不出任何 他应该有毛病或者没毛病 我觉得这是 这这就是一个 最最今天当今中共国人最大悲剧 呃 主角推号是这个 真的太可惜了 呃 有他推特账号 我不知道他推特账号是否还活跃 呃 呃 他推特账号还有 并没有封掉 呃 没有什么泰国的内容 呃 你可以看到他 他在讲述了什么 对啊 呃 呃 这是讲述了大水 八月 引用的八月四号 呃 他讲述大水 八月四号的话 就是 北京啦 房山 房山跟这个 房山跟 呃 门头沟 呃 应该是放水捉猪 呃 这是他 他自己引用的内容 他自己发推文 呃 那是七月三十几号 在推文中 呃 蛮有专业的 他自己给自己做的这个鸡蛋羹 呃 鸡蛋羹做的蛮好的 呃 这就是 这是一种孤独的表现 这是六月五号 呃 这是他个人在 个人的概念嘛 呃 呃 在推文中 所有都是英文的 没有中文的 呃 没有中文的 那他 这是转推的一个东西 呃 白鲁马 没有错 肯定是白鲁马 这个 这个故事 就这个 这段视频 是一个很老的一个推文 呃 我我我们见到过 呃 水煮鱼 呃 这些 我不知道是 看起来是在外面买的 应该是 因为 从筷子上可以看出来 这是吃馄饨 所以 这是一个孤独的人 呃 呃 从幽饼 呃 呃 我我只能说 这是一个孤独的人 这是一个 生活在自己 氛围环境中的人 呃 这是他转推的内容 诺 诺比尔奖 物理学奖 2022年 所以有着 有着他志向的一切 有着他背景的一切 在复原的过程中 呃 在复原的过程中 却分析了 呃 应该是 福克斯新闻网 就讲述了他的 一些推文 啊 英文的推文 在推文中 呃 可以看到他是一个 就跟他展现的那种背景 任何的高学历 任何的 在读书的一切 却不能树立一个 人的 正常的 一个 定位 这就是 对所有人的悲剧 啊 呃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啊 前联邦 前FBI的助理局长 谈了这件事情 讲了他的是 一级谋杀案 杀了一个 杀了他的助教 然后校长发出了相应的通知 呃 我们主要 这是他监狱照 这应该是被抓之后的照片 然后下午一点钟开的枪 两点半 两点半被抓 然后下面就讲他推文 七月份 七月份 我想交一些新朋友 这个我们昨天跟大家分析过 我很愿意讨论一些研究 而在生活上 有点那个 抱怨社会 社会中很许多反直觉的东西 就是他直观 他自我感觉就是错了 最低工资 对保护穷人的伤害更大 性别配额不是保护妇女 而是加强歧视 我想不清楚什么叫性别配额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说法 五月份 每天非常注重的工作时间 真的很幼稚 很烦 很多人想让我给他们看工作和工作 但他们根本就不是人 那因为他是助理研究员 是不是有人找他帮忙 在他实验室里面 去年他说 每天走路很少 感觉很累 就说明他一直是在工作中 在他研究室中 我花太多时间说服自己 我工作只出于兴趣 而不是向别人展示 另外一个推文 他抱怨人们说他很懒惰 这证明我在努力工作 所以他很逆反的 他的生活背景跟环境很逆反 就是跟他的环境背景 我只能这么说 跟他背景很逆反 里面下面就去讲他当时的学校的感觉 这个我个人 因为我们昨天已经讲过了 有一个学生说 他去年毕业了 我们曾经在一起工作过 我看到消息很意料 很意外 我感到很悲剧 原因就是说 他这个人不是他想象中开枪的人 这段内容我们介绍过 所以这是一个代表今天 极具代表今天 在中共国体制之下 年轻人的生命特征 真的非常具有代表性 在绝大多数人的眼睛里的成功 却是他走向决绝的一条路 这是很成功的 却自我毁灭的一条路 这是对整个中共国人 很泛泛的一种 明确的一种标志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